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之前阿倫有跟大家介紹過這個 日本非常有名日新所推出的這個泡麵 CAP NOODOR 阿倫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他們有出那個嘛 泡著咖哩飯 除了那個泡著咖哩飯之外呢 阿倫最近又發現了他們另外一個 泡飯系列 它至於是什麼口味呢 就是這一個 咖哩 沒錯它這個外觀跟這個 泡麵非常的像 據說它這個就是 它這個味道就是 CAP NOODOR的味道 就是說它的味道就是這個泡麵 的味道 所以說這個裡面就是把它的 麵換成飯而已嘛 所以今天阿倫想要是把它買來實際來驗證給各位 大家來看看 看看這個CAP NOODOR BOOKMU MESH 到底是什麼樣的口味呢 我們馬上就來泡給大家看看吧 來我們先讓大家近看一下 有沒有它近看呢就像這樣子 跟我們這個 泡麵呢非常的像 有87分像 對 然後這個 上面寫的就是 BOOKMU MESH 然後CAP NOODOR的味道 然後裡面呢看起來呢 好像也跟他們那個 泡麵有點像齁 好那我們馬上就來試試看看吧 我們先把它打開來 喔它這下面呢跟這個泡麵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泡麵下面有這個貼紙 它這個飯呢是沒有的 對然後打開來 馬上打開給大家看一下吧 3 2 1 喔 大家可以看到它裡面呢跟那個 泡麵呢差不多 就是有蛋呢還有蝦子 跟一些小肉屑在裡面 然後當然因為它是泡飯嘛 所以有很多白色的米飯在裡面 對裡面好像它裡面那個是乾燥後的飯 它不是生米 它是其實是已經熟的 然後我們是泡熱水 讓它再還原成那種 像白飯一樣的東西 好這個呢要泡五分鐘 我們就先加水帶來說吧 好我們現在已經過了五分鐘了 我們就把它打開來看看吧 各位觀眾 我感覺它那個湯汁好像吸得還滿飽滿 攪拌均勻之後才能夠吃 那我們就來稍微的攪拌一下吧 泡出來呢就是像這樣子 大家看到裡面有蛋啊有蝦子啊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後米粒呢感覺非常非常的飽滿 感覺超棒的有沒有 好不好看不重要 當然最重要的是它好不好吃 然後它目前 聞起來有點像是那種海鮮泡麵的味道 也蠻接近這個的 蠻接近它這個卡布露豆的這個 原本的這個味道的齁 那至於吃起來感覺是怎麼樣呢 我們來吃吃看吧 いただきます 超燙 這盆子超燙 還蠻特別的耶 吃起來很像那種 就是那種比如說你吃完了這個泡麵之後 不是都要通常還會有剩下一些湯嗎 那你再把那個 比如說你家裡面有 冰在冰箱上白飯之類的 然後你再把白飯丟進去 然後再拌一拌的吃起來感覺 有點像是那種 那種的口感 然後味道也還蠻夠味的 就真的就是 它這個卡布露豆的這個 這個泡麵的味道喔 好吃耶 而且它這個蝦子還蠻飽滿的 很大一隻有沒有 試吃得到有感覺到那種蝦肉的感覺 好吃 還有這個蛋 甜甜的很好吃 還有配上這個小碎肉 它完全就是走那個 如果你不喜歡吃泡麵的人呢 可是又喜歡這種口味的人的話呢 你就可以來買這種 一樣口味的 可是它裡面把麵換成是飯的那種感覺 而且它比 泡麵呢 再稍微的濃稠一點的感覺 非常的好吃 在這邊推薦給大家喔 而且它的白飯呢 吃起來呢 軟 又不會說糊 又不會說那種很 很沖泡的感覺 就是它其實真的很像是一般的米粒 泡在湯裡面的那種口感 這是寄咖哩的泡飯之後 阿倫又發現到一個好吃的泡飯了 嗯 那接下來呢就把它 剩下的這些把它吃完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 就到這邊結束囉 好那我們就先把它吃完吧 對這個商品有興趣的人的話 阿倫是在日本的7-11所購買的這個 泡飯呢是日幣237塊 然後如果你是買一般的泡麵的話 它是含稅日幣184塊 比較起來呢 這個飯呢是稍微偏貴一點點的 不過它真的還蠻好吃的 會讓你那種一口接一口的那種 停不下來的感覺 所以說如果大家是喜歡吃飯的人呢 又喜歡吃那種湯泡飯的人呢 也許這一款 卡布露露的湯泡飯 是你一個還不錯的選擇喔 好那今天的這個阿倫便利店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阿倫Channel只要是跟大家介紹阿倫在日本的一些 所見所聞呢 還有日本一些有趣的產品啊 還有像今天這種 日本便利商店所謂購買的商品的一些 試吃以及分享等等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阿倫的頻道 還有最重要的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另外呢 這邊呢是阿倫的Facebook粉絲頁 跟阿倫的Instagram 有興趣的人幫你追蹤一下阿倫喔 阿倫會把自己的生活日常的一些照片 那個文章都貼在這邊 不要忘記去訂閱一下喔 還有呢 這兩邊是阿倫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泡飯也很好吃喔 哇 哇 哇